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來賓 那第一位是媒體人迪志維 曾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另外是秘密老師 周映君 周老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另外是這個行銷顧問Selena 大哥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眼科醫師黃宥嘉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汽車達人錢毅 鄭大哥好 大家好 錢毅真是你本名 對 我本名 好記 好記 這個很有錢 然後又很有毅力 謝謝 謝謝 取得好 好 對 那我們今天主題是 研究婚姻五十年的重大發現 這個重大發現很有趣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談 不過今天發生一件 這個大家很矚目的新聞 那就是節目的得獎的主持人 旅遊行腳節目的主持人廖柯毅 廖柯毅被這個爆料說他很嚴重的劈腿 實際的詳情請志偉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相信昨天很多人看到第一時間的喜訊 上去恭喜他們 但是後來一連串的爆料 對 就不知道這個恭喜到底還要不要再繼續下去 因為其實廖柯毅我認識他也一段時間 我們是沒有 因為我這幾年改做職人經濟 那曾經是有想要跟廖柯毅合作 但廖柯毅他其實在他 因為他做旅遊節目 他在這個 這個我們講說他原本的公司 已經待很久了 所以他也有經濟公司 所以我們就是說 那我們就做合作這樣 所以我跟廖柯毅沒有真的見面 可是我們就是很長期的聯友 就很常互動 然後我也覺得他給人的形象 就是 就是很正派 然後很有書卷氣 其實他跟哲青有點像 跟謝哲青 就是到世界各國 然後呢 其實他節目好看 對 語言能力不錯 他還滿會主持的 他得過兩次金鐘獎 所以等於是說是一個形象非常好的人 那當然第一時間 因為他去年有傳出他就是要離婚 那我就搞不清楚他離婚了沒 當時還有關心了一下 他是很低調的 怎麼昨天po出來第一時間是 他結婚了這樣子 而且他結婚的對象 去年離婚了 對啊 去年離婚 我說昨天他po了 說他結婚了 對 所以讓我滿震驚的 就很想 你就看看 看到最下面 是我跟秦玲謙結婚 那當然秦玲謙是主播 那他過去的婚姻狀況也離過一次婚 所以我知道之後就覺得滿替他開心的 因為 因為廖柯毅形象這麼好 然後感覺就是也應該滿會照顧人的 所以所以第一時間就也是恭喜他們兩方 可是你知道我有一個朋友 就突然跟我說 我跟你講你等著看好了 衛報彈要出現了 我剛剛說真的假的 不會吧 他說通常他覺得原本很低調的人突然這麼的 高調 告訴大家說 我跟他結婚了 而且是認定一輩子的伴侶的時候 是 一定 她到底批幾個 現在媒體的消息 我必須要講這都是媒體的消息 說有五個 批五個 對 批五個 那這五個裡面有沒有包括 旅遊節目 旅遊節目 都可以保持那麼好體力 他升升下來體力一定要很好 這是必然的 空檔時間會比較多 千萬不要做談話像節目主持人 因為你時間被幫助壓 你不能說我去出外景 對 所以等於是說 當然廖柯毅他也有發聲明 五個 最新是這樣子 我們不曉得 那你這五個可不可以介紹一下 應該說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好多人恭喜 媒體也報導了 而且讓我覺得很驚訝的是說 聊八天就結婚了 就是他們認識十年了 對 就是我們都有認識很多年的朋友 可是可能中間沒有聯絡 而且我也結了婚 你也有這個太太 我們不可能有什麼關係 那可能這個只是 很多朋友你不記得 我們都是賴來賴去的 臉書 就是臉來臉去的 按讚這樣而已 你很少見面的 那突然之間就是 我看媒體寫聊八天就結婚了 所以我就問秦林謙說真的嗎 那如果是這樣 聊八天 就是兩個人聊八天 聊了八天 聊了八天 對 聊了八天就結婚了 那這個結婚的時間 我看媒體的報導 是寫九月去公正 那他說他們也拍了婚紗照 所以他昨天就寫說 婚紗照他會再補上 OK 那就是代表一個決心 我要娶你 我以前都很低調很低調 那現在我娶你的 雖然是公正 但是我會很高調 那今天這個消息 為什麼他拚 就是這個事情 什麼人拚的 因為你說 沒有 就是有一個A小姐 他就覺得說 你真的是富心漢 那你明明就是跟我交往 你怎麼 你也答應要娶我 怎麼新娘不是我 你睡我的 用我的 因為他們在媒體報導說 好 那我們就不要兩歲 一個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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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跟你講多了 我是說睡我的地方 對 因為他是租房子 對 這個房子租金是 你講的是睡他的地方 他們同居 在一起 那當然這個A小姐 有強調一點是說 是離了婚他們才交往的 那因為他說他們當時會認識 是因為他是廖柯藝的粉絲 因為廖柯藝粉專人也蠻多的 A小姐是粉絲 一票一票女生都是喜歡他的帥 書卷味這樣 對 那他說他們就常常互動 然後廖柯藝主動來 有點要追求他 但是他說你還在婚姻狀態 我不OK 我不要當小三 好 最後他們就停止 但是就停止那種曖昧 那後來是因為廖柯藝確認離婚了 他也跟這個A女說 我已經離婚了 那他們才在一起 對 那他說他指控廖柯藝就是 他說廖柯藝的財務狀況不好 還跟他借了十萬塊 然後我們同居 可是卻是我付的房租 那我們常常出去吃喝玩樂 都是我付錢 但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我愛一個人 我願意為他付出 對對對 那他也帶我回去見過他爸媽 他都叫我老婆業 而且他那個 我看那個 那個他的截圖 LINE的截圖 有講說他要跟他結婚 他們要買房子 要生小孩 有有有 這個都有 然後重點就是說 那你怎麼可以愛上別人 就翻臉不認真 而且我覺得 這個事情 他處理看感覺蠻絕的 對啊 就是讓這個A女覺得 就是很受傷 就是你要談分手 也沒有談清楚 但是這個感情上 兩個人的事情我不知道 我覺得他應該看了報道說 你不但新娘不是我 而且你跟他聊八天就結婚了 那我跟你交往一年算什麼 我覺得他的不爽 而且我覺得他有威脅人家 會讓人家很不爽 他說你敢出去講 我就公佈你的個資 對 這個也 不然這個不是愛的一部分 是 請教一下潛意 你除了懂車之外 這個也懂對不對 人生經歷 忽然轉過來問我有點錯愕 我想問你的就是說 如果像志偉說引述媒體寫的 他同時批五個 對 如何才不會叫錯 沒有 你統一地暱稱就好了 怎麼統一暱稱 就叫老婆 對 你就統一地暱稱 你就統一暱稱就不會叫錯 有時候回LINE的時候 也不會回錯 所以這個很重要 你不要分開叫小明 那個你會搞錯 萬一傳錯你就完蛋 你為什麼講得很有經驗的感覺 沒有 因為朋友互相 大家會研究研究 但正在說 我講 我要講的是說 那是媒體這樣寫 那他到底有沒有重疊 我們不知道 對 所以就有五個人出來爆料他說 死亂中期 我跟你講現在是有五個人 代表說後面可能比五個還多 因為有些人可能不願意出來講 是不是 這樣子 那你 新聞你有了解嗎 有 有 當然這兩天 那你看到了什麼重點 我看到重點 我是覺得他前一任 這樣處理的太極 就是手法有點粗糙 對哪一個 A小姐還是對 A小姐的部分 但是我想他應該本身 不是那麼粗糙處理這個問題的人 所以有可能是新的這一個 就是要結婚的這位 前小姐 對 有施加壓力 或者有某方面的一些東西 我們不知道 所以他才會這麼B級的 去處理這些事情 不然你看五個都沒有 那為什麼到這個 他會忽然是這樣 那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處理 其實你要在前期要先規劃 你不能夠B級的就是 就是你要先想好 你不能夠信口開合說 今天怎麼樣很高興 我就答應你什麼事情 絕對不能這麼做 而且你在分手前 你半年前就要先規劃 分手是比在一起更難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門學問 你要如何的漸漸慢慢的 就像把他冷凍起來 慢慢斷掉 這個才不會有事情 你一下子把他斬斷 你根本就是害自己 那因為重點是他結婚 重點是他結婚了 因為他可能跟這幾個都說 我要娶你 但是新娘不是我 你一直跟每一個人都說 你要結婚這個事情就很慘 這個不行 因為你不可能 不可能跟每一個人都結婚 對 其實你要跟女生交往的時候 你永遠要跟他講說 我沒有結婚的打算 我雖然是愛你 但我沒有結婚打算 但是我可能會改變 但我不曉得哪一天 留很大的空間 你要留一個空間 你怎麼會把自己搞死了 這個完全是渣男守著 你知道嗎 然後如果我想跟你結婚 是因為你打破了我的心房 讓我重新相信愛情 因為女生可能會這樣逼你對不對 那你愛我為什麼不跟我結婚 你就掰一個說 因為我原生家庭的夢魘 這樣就好了 對 我小時候就有這個夢魘在 就是因為你們這種男人 所以我們女生都覺得很害怕說 我相信的這個男人 到底是在話術 還是他是真的 因為這個技巧一般 其實你當然騙女生也可以 但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你也不敢相信你自己 其實這也是另外一種方式 就幫互相留一個餘地 因為剛開始的初學者 都會說我要結婚 愛你一輩子 他不了解人生身上的一個變化 所以就把話說絕了 就會出很多的事情 我們今天找到很專業的人 難道就是強男守則 要告訴他 對方我沒有結婚來打算 不過碰到你 我有可能 有空間 厲害 要跟他說愛情跟結婚 是兩回事情 為什麼你不想結婚 因為我有原生家庭的夢魘 這個厲害 大哥 小弟爸 大家討論 討論 研究 先休息 先管教 我對潛意真的很佩服 那潛意可不可以再請教你 是 廖柯一的魅力在哪裡 其實廖柯一 因為我本身不認識他 我也是透過螢光幕這些形象 他長得滿帥的 對 外型 聲音力很好 對 外型的部分我想是一個優勢 然後再來就是他彬彬有理 跟文職彬彬很正派的這個形象 那通常這樣子的人呢 我們如果去一些風花雪月的場所 假設啦 我們是會直接去逗女生開心 或什麼之類的 那他就會坐在那邊裝帥 然後念一些詩 千金散去還婦來 這樣子 之類的 就是之類的詩 然後來感動那些 譬如說比較文青的啦 或者對於一種 一種白馬王子夢幻 憧憬的 他吃的是那一塊 但是那一種 他吃的市場 是那一塊 那我們吃的市場 可能是不同一塊 你吃哪一塊 我吃就比較隨性的那一塊 對 他們就吃比較 比較文青的那一塊 對 所以什麼樣女生 會喜歡什麼樣的一個男生 是 是 來 黃醫師有看這個新聞嗎 當然有看 黃醫師有可能錯過 沒有就是說 細節都有掌握嗎 就本來就是我的這個閨蜜 就問我說 廖柯義是誰 因為我才正在研究 這個新聞的時候 連閨蜜都來說廖柯義是誰 那說真的 我們一開始 我們可能節目看的不夠多 我真的不認識廖柯義先生 然後就 插個話 廖柯義他在七十幾台 有一些真的不錯的節目 他有去中國的 有世界的 老實講我覺得他的 也有主持臺灣的 他跟那個誰 你剛剛講 那個謝哲謙 他跟哲謙還有龔頭肩 龔頭肩 龔頭肩 三個人 有主持一個臺灣的 臺灣的節目 其實都蠻好看的 對 就是撇開他的那個專業 其實已經獲得這個金鐘獎 兩座的這個最佳主持人 新角節目主持人的認證 那我覺得他今天結婚了 我們就普天同慶 恭喜他 再頒發給他兩座獎 五個人 第一個是金驢獎 驢子的驢 為什麼 他喜歡騎驢招嗎 第二個是金鳳凰獎 為什麼 他在我眼中 就是一個鳳凰男 你看他挑選的對象 都是對他有利的 他其實是詮釋 愛情只是他的工具 那我們女生看到這個 就是要很小心 剛剛其實大家會把他跟 愛情只是他的工具 那他要達到什麼 他要的其實是詮釋 你說他的女朋友中有一個是電視臺的這個 可能副總 副總 也是他的經紀人 如果沒有副總跟經紀人的幫襯 他今天有這些節目嗎 我會打一個問號 有才華的人其實很多 可是他要怎麼展露頭角 展露得這麼好 所以有一些女生 其實是很 作為女朋友的身分 他也是有挑的 並不是說只有就跟他這個 吟詩作對喝酒裡白的女生 他要挑起來 親近善近環富來 對對對 那所以這個就是我的一個看法 那雖然是剛剛我們大家 把他跟謝哲青先生相提並論 但謝哲青先生的節目 或者是訪談 其實我是有看過的 這兩個我雖然還沒有看過 這個廖柯醫先生的訪談 但是光是那個照片一出來 我覺得可能我們中年婦女 就會覺得說 這兩個人的眼神完全不一樣 眼神 對我來講 顏柯醫師嘛 這一個謝哲青先生的眼神 是很堅定的 你去看廖先生的眼神 就是很花心 有帶一點邪氣的 蜜老師一樣 這種眼科 這種眼科醫師 蜜老師有教 點點藥水有用嗎 真的 沒有 就是說其實你認真去看 我們女生很容易看一個人 男生或怎樣 我們也許是禮貌 也許怎麼樣的教育 我們並不敢直視人家眼睛 可是如果你看到這個人 第一印象 你看他眼神是不是堅定 是不是飄移 我覺得對他後來的行為舉措 你可能會有一些相關聯的想法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這不是事後這樣講 我是看第一個照片 我就會看 第一眼 我其實很認真 我以前坐在那個醫學院 第一排上課的時候 我就看那個老師眼神 很奇怪很邪 後來他什麼新聞 他就是跟持習醫師上床 被爆八卦的人 一定要認真看那個男生的眼神 你不要以為你只是看長短 沒有用 看身高沒有用 那個最後才看得到 對 所以其實 你會看看他的顏色 對 就是比料刻意堅定嗎 比料刻意堅定 那就好了 那比謝而輕呢 比謝而輕 可能就是沒有那麼堅定 好 就是他的經驗比較多 不過剛剛有分享 因為有些時候啦 我覺得啦 對 以前有一句話說 點點吃三碗又煩 所以會說的人 像你這個 說到天花亂醉 我跟你講 你就沒有 膽小啦 膽小 對 他是不會做的 我們是好人進去 對 就是做不了的 因為你沒有那個膽 要做 那個完全你看起來 他很文青 完全都沒有那種 我們該做都做完了 對 那種人 通常你要看他後面 小三 小四 小五 小六 小七 小八 都是那種人 真的 因為你看他很舒服 所以說我覺得啦 尤其是 還沒有結婚的女性 注意一下 老婆這個字 絕對不要相信 如果他稱呼你老婆 對 還沒有結婚 你只是男女朋友 他稱呼你老婆 我覺得這個一定要注意 這個老婆這兩個字 這兩字 實在很恐怖 蔡老師 你人生的體驗 比我們豐富 你覺得他廖刻意的 魅力在哪裡 我不知道他的魅力在哪裡 第一點因為他有一個網路 電視上面 電視上面 像我們這個 不然他多好看人 就是為什麼有一點粉絲 你只要在這裡 他就是有一些人會看過你 無關你又怎麼樣 都是會有人喜歡你 所以第一點他在 應該在節目上 再來就是說 他的那個節目 剛剛主持人講說還不錯嘛 就是說也是會有人欣賞他的節目 因此而心喜歡他 這就是他的 我應該講說他的 我覺得他的節目 就是不絞柔照做 是 對 但是因為我有聽說 我也是一樣跟黃醫師一樣 我也不知道 今天才認識他 但是我有聽說他的 在節目中的那個 跟那個謊談的那個人 他講話非常的溫柔 講話非常的柔 這個就是女生最沒辦法去 抵擋的 抵擋的那個 那為什麼他 如果真的他劈腿五顆 為什麼這些女生都沒發現 我覺得第一點 因為可能他有專門在幫他 規劃這個行程的那個 因為他是行腳節目 我講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會開越野車 我們玩越野車 有一群車員 很喜歡跟我們去山裡面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山裡面沒有收訊 他就自己偷 自己說 我去跟班人 所以你沒訊號 我去山上來沒有收訊 兩天我們才會出山 其實兩天他是跑不見的 所以行腳節目 這個空隙其實是很多的 誰知道你去哪裡 對啊 在電視上 我的關機 像有時候人家找我說 金銘我有看到 但是我說我沒看到 抱歉 我那時候關機 我沒看到 我真的沒看到 這個就是很好的藉口 還有就是說他很有 那個不公開的理由 就是說他會跟他的這個 比如說被劈腿的女朋友講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節目主持人 出去就怕狗仔 所以他對外 他用這樣的方式說不公開 不公開女生其實心裡會有懷疑 偏偏他這時候又會帶人家 他去他家裡用他爸媽做炮灰 來這個做這個事情 就是說在他爸媽面前都稱他老婆 那人家會想說 其實女生其實為什麼會跟 就是你認為質感好的男人交往 如果我們跟一個也是玩的男生 可能女生自己心裡也知道他是玩 所以不會想要結婚 當你認定這個是一個質感好的男生的時候 你內心其實必然抱著這個婚姻生子的夢想 他就是抓這一塊 我要跟你結婚 我們做愛都不要帶套 有了小孩就生啊 可是事實上有一個女生出來爆料 是半年之內是為了他墮胎兩次 可是這個女生可能 有沒有可能到了家裡 為什麼墮胎兩次 那個女生是A小姐嗎 B小姐 B小姐 那為什麼 A B C D E 所以為什麼墮了胎兩次 一般女生是很痛苦的 因為他還能夠 然後這個男生還不會被殺掉還是被怎麼樣的時候 表示說他有到家裡 他是有幫手的 他爸媽就是一個幫手 可能就是在他面前就是說 稱他是老婆 那覺得說我也獲得了未來公公婆婆的認可 這是雙重保障 即便在外面 我沒有被公開 我好像是隱形 可是我好像沒有那麼充滿著危機 那最後 如果真的要甩掉這個女生 他就是用這個傳統 這個華人男性的老招 這個老招就是我媽媽他不喜歡你 那大家聽到婆媳問題就什麼 文風色變 覺得這個婚姻不應該踏入吧 他媽媽都不喜歡我的 自己女生會有退後三百步了 所以他是一個思想很周全的 鳳凰男 先休息 先廣告 請教一下志偉 可不可以把這五位介紹一下 好 因為我們剛剛講A 那因為A他很氣的是 就是我剛剛不是說他看了報導嗎 因為他說他十一月 A小姐 對 他十一月 他的粉絲 對 他十一月還有跟廖柯毅 還有聯絡 但那時候應該是沒有 就是上個月 對 但是沒有住在一起 所以他可能看到報導 你九月 十月就結婚了 然後你現在還公佈新娘是他 那他就質問廖柯毅說 因為那都有Line的紀錄 就是那我跟你是什麼關係 然後廖柯毅就回答他說 我跟你有算是交往嗎 他不覺得他跟他有交往 你就叫我老婆了 他們不是同居很久 他要嫁老婆 一年 還叫老婆 對 但是他現在去反問他說 我們有算交往嗎 然後就把他封鎖了 鄭大哥 封鎖他 對 封鎖A小姐 對 A小姐說你還欠我十萬 那後來是找到了他的爸爸媽媽 幫他處理這十萬塊的債務 好 那這件事是A小姐 那再來呢 B小姐 後來B小姐是 因為再來是一個副總 就是他工作的這個台 他好像有跟他說 如果你敢抖出去 我就公佈你的個資 是時候 我是沒有看到這一條 但是重點是說 因為他就是他說不想被威脅 所以他把他那個 那就是說這個A小姐完之後 是他服務的這個台的副總 有人打電話去訪問他 因為這個台發了聲明 就是說他已經離職了 而且他的私人行為 跟我們公司沒有關係 是副總離職了還是 不是 廖柯毅離職了 那這個呼應了秦林謙講的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報告 所以等於是說 這個副總受訪的時候就很氣 你知道一個堂堂副總 你大可切割 完全不要讓人家知道這件事情 可是他他就講說 他也追過我 他也跟我交往過 而且這個 也就是他經紀人嘛 經紀人應該算是說 他公司的副總嘛 那他其實有經紀人 但是經紀公司 就是這個經紀人 可能這個副總是管這個經紀人 所以媒體就統一稱他是經紀人 但其實他不是真的agent他的 因為第一時間 我就傳給他的經紀人說 你辛苦了 我看到報導 那他他也說 沒有啦 謝謝關心 我本來還想說安慰他一下 但結論是那個不是我 那是我的老闆 所以他也覺得媒體 為什麼要寫經紀人 所以關係是這樣 幫他澄清一下 不然人家也是有家庭的 不太好 那所以這個副總就說 就有表達說 他他也是這樣對我 然後我只能說 這個男的真是渣 這是副總對他的一個評論 那當然他為什麼會離職 一個好好的節目做 他好像十一月底才離職 也就是說離得很衝觸 是啊 就是十一月 跟A小姐也沒有聯絡 那是不是跟這個副總也要斷了 對吧 那這樣子就算了 後來又來了一個 所以他以前說事情拚了 飛走不可 現在兩個 兩個了對不對 結果晚上又來一個B小姐 那B小姐說什麼 所以A小姐副總 然後B小姐 對 三個了 B小姐說一樣 他也是他的粉絲 那他們兩個認識 但是細節他沒有多說 他只是說他半年為他剁了兩次胎 而且他跟他說生了我們 有了我們就生啊 那你才回去見過他爸媽 然後他在他爸媽面前殞落 因為他懷孕了嘛 所以我會娶你 他有拍影片 由影片為證 這個是B小姐 以後可以拍影片嗎 拍影片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不管拍什麼影片都可怕 千萬都不要拍影片 真的都不要 好 跟那個對方講說 我們反正手機都收起來 是 對 這樣是最安全的 那當然就是說這個 B小姐爆了料 那媒體也會問他說 是什麼時間 那時間也是在今年 OK 那是不是就 人家才會懷疑說 你是不是重疊了很多個 就是你這個時間管理大師 已經已經也可以 套用在你身上 就是媒體這樣子的評論 對 那當然再來 就是今天最新 就是又有一個C小姐 C小姐說 她也是她的粉絲 她真的又有個C小姐 那C小姐說 她的套路都一樣 套路都一樣 就是說同一招 一招辦事闖江湖的概念 就對了 就是都會叫你老婆 然後對你很溫柔 有了就生 那你知道這個就可以代表 如果他對每一個都這樣講 那就是他沒有做安全的防護 因為有些人他在做 不喜歡 對 他不喜歡戴套子 有限就是這樣 那因為你看到一個文職彬彬的男生 對你這樣虛寒問暖 即便說我要拿錢付房租 他要去拿跟我借錢 我都願意餵他 那你覺得在這件事情上面 他不戴 女生會拒絕嗎 等一下 我再問一下 因為他去年跟結婚 九年的太太離婚 對不對 對 那現在是跟秦琳謙結婚 是 這樣就兩個人 對 那剛剛已經講到A B C小姐 還有一個副總 這樣就六個人呢 對 就是如果要算 把已婚也算進去 這個C的意思是說 他跟他之間是沒有怎麼樣 可是他爆料是說 他要求他傳裸照給他 要可以要求女生傳裸照給他 對 然後傳裸照給他 然後就說 因為這個女生對他也有好感嘛 傳裸照給我 然後就是你傳給我嘛 我想要看你沒有穿衣服的樣子 然後我們就可以進一步交往什麼的 可是因為這女生 他就覺得他怪怪的 怎麼一個這樣子的男生 會叫我傳裸照 所以他後來就沒有 沒有做這件事情 對 但是這個C女是爆料 可是你沒有像A跟B 是說我有證據的 A就直接簡訊都出來了嘛 對不對 那所以說 現在我講的都是媒體的報導 所以趁大哥就是有A B C 再加上副總 那如果把這個老婆 錢林謙 算進去的話 因為我猜他去年突然之間離婚 那個事情搞不好也是不懸賞 對 但他前妻是有PO文 前妻怎麼說 前妻是說祝他們幸福 其實就不要扯到我了這樣子 我現在過得很好這樣子 好 那Selina呢 有什麼看法嗎 我其實看完這一些東西之後 我在想的是什麼 難怪我怕帥的男人 我對於帥的男生 就是人家想說 為什麼我好像交往 以前交往跟結婚的對方 都長得沒有特別好看 對不起 前夫 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插一句話 對 醜的其實也會 對 因為帥跟醜 真的沒有關係 要這樣糾正大家的觀念 我很多朋友也是醜不拉雞 但是也是行走風雲多年 但是他是不是很會講話 那不管 但是所以不要把那個 偏在帥的上面 帥的有時候反而更好 對啊 我們帥有錯嗎 對 因為帥的挑選另一半 他的標準會比較高 所以反而不會什麼都吃 這就是我今天很想要跟兩位男性朋友 問一下的情況就是 我看到這個新聞 我想到那個ABCDE的女生 哪一個不是真心真意在想 這個男生對我很好 他有才華 他眼中只有我 我願意為他付出 因為我相信我們會有未來 這五個應該都是 我怎麼知道他在騙我 這個人這麼優秀 得過金鐘獎主持節目 英俊瀟灑 而且他會跟我說老婆 他說我們就搬回爸媽家住 你的就是我的 其實對 我就是笨女生 我會被這些東西騙 我在工作上 你會相信他 我會相信 我在工作上再怎麼努力 當有人這樣講 我會覺得我是不是遇到一個 看見我的好 願意珍惜我的男生 結果變成這樣的時候 其實我更想要問的是 好啊 那我們這些傻女生 我們這些會傻傻 為人做到死的女生 我要怎麼分辨哪些人 我可以相信 我覺得不要講自己傻 人難免一輩子都會遇人不俗 我講實在話 對 你這個事務上真的騙者很多 不要一直想說 遇到一個會珍惜我的男生 要先來自己珍惜自己 才是最重要的 不要一直認為說 希望有一個珍惜我的男生 不要 法師可不可以在講白話 法師 自己去愛自己啦 不要一直認為說 別人會來愛你 因為你自己愛自己 你讓你自己非常的優秀 你不在乎他 我跟你講他就會在乎 所以像ABCD做到那樣子 其實是害了自己 對 對 而且女生完全貼上去 也會讓男生覺得 這個不值錢 對 這個很重要 太廉價這樣 這個太廉價 很重要 感覺是戰略勝過真心 對 沒錯 你一定要保持心情的頭腦 對 婚姻本來 感情婚姻 還有那個談戀愛都是戰略 所以堂課未婚女生都要看 而且你不只要做一些測試 要做一些測試小動作 來預防這些事情 比方說 比如說GPS追蹤器 或者是打電話跟他講說 你朋友在我家 現在怎麼樣 然後他看他的反應 然後再掛掉 對 就是讓他顧不懸疑 讓他搞不清楚 你到底知道什麼東西 你剛剛講什麼 什麼叫你的朋友在我家 比如講說你的朋友來找我 然後他可能套他 用套他話的一些 女生套他 對 女生譬如說打給 導演 廖克藝說 你的朋友在我家 他可能會講說 沒有 我的朋友可能就是 在哪裡啊 哪裡啊 那你說我不是說那個朋友 然後就想辦法套出他 有沒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就常常用這種方式去試探一下 對 生活要這麼累啊 對啊 好累喔 因為你要託付終身的 你總是要測試一下 如果你這樣講完 我覺得我不要再婚了 我就是一個人過算 這樣很累 要疊對疊 我不能找到一個 大家真心相待的人 沒有 可是這個是前期啦 前期一定要做一些預防 對 或者時不時 不時的就出現 渣男還是屬於冰山的一角 對啦 就是很多的男生他不起眼 但是他行為很好 就是心理也很平靜 也很端正 你要能夠看到他 你不能總是看那種 就是非常犀灰的 那當然他風險有一點高 但是你生活樂趣 可能會少了一點點 因為他有渣男 為什麼大家那麼喜歡 因為他很懂得生活樂趣 享受人生 甜蜜語 陰性 玫瑰花 可能很愛你的就是一個公務員 每天都講一樣的事情 你覺得很乏味 我寧可去找渣男 就是一體兩面 對 好險 那我來請教一下黃醫師 因為這個剛結婚的 秦寧謙小姐 記者跟她查證 那她的說法是說 一切以男生的回應為主 她就不評論了 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秦寧謙 你會怎麼回應 你會不會要這一段婚姻 等一下繼續請教 那她有講 她說廖柯瑜有說 她婚後絕對衷心 你相不相信 怎麼可能 那天啊 留一點給我們下一段 我們先休息一段 好 那據說秦寧謙 他今天有發了一個長文 對 他怎麼說 他其實就是 因為滿多人關心他的 但是他其實也不好說什麼 那他發了這個文 他一開始就說 我不是在幫廖柯瑜講話 因為因為我我為了要 就是原文照念 我就是大概念給大家看 他有說 因為他一向認為在感情中 女生是弱者 那他一路也是跌跌撞撞 因為我們認識蠻久的 的確他在感情這件事情上面 是蠻坎坷的 那就像佩真 也希望有個能夠照顧他的男人 我只說我知道 我看到的事情 他說廖柯瑜過去 可能被很多人喜歡 那也可能沒有把感情問題處理好 就像他一樣 他自己也是 所以我們都是曾經失敗受傷過的 都各自付出過代價 也都是公眾人物 所以我們更要懂 今天這些事實背後的真真假假 就是就是會有人看你這好啊 就要爆料你什麼的嘛 所以他說離婚之後呢 他也很害怕在走路另外一段婚姻 去呼應了廖柯瑜說 他離婚之後也低調的談過幾段感情 所以廖柯瑜並沒有否認 我沒有談戀愛 只是A小姐不太懂 那我跟你這樣同居 不算交往什麼才叫交往 所以他說他認識了 他說他直到 他說離婚之後 他交往會害怕 更不用講進入另外一段婚姻了 那直到認識廖柯瑜 他才有這個勇氣 他說他認識的廖柯瑜 沒有爆料那些人說得那麼複雜 就是一個認識之後會猛烈追求 然後想跟我交往 要我成為他女友的老朋友 我一開始講他們認識十年 好 那他也講到說 其實他跟廖柯瑜說 那我們我們就是朋友嘛 然後發現彼此聊得來 然後都有一段這個婚姻嘛 都有過去 那你也可以接受我的過去 我也可以接受你過去 我們就交往就好了 他沒有要結婚 但是廖柯瑜就跟他說 他本來覺得 如果是玩玩 就是廖柯瑜說 如果我只是要跟你玩玩 那我們就交往 但是我是真的想要跟你 就是走到走一輩子這樣 所以說他知道說 如果結婚了 遲早會被公開嗎 那這樣子也不太好 那所以更遑論 帶他與父母朋友見面聚會 這些都有做 那他還是說 謝謝你這麼衝動的 義無反顧的勇敢愛我 我明明不想結婚 但是你還是堅持 要把你的未來給我 甚至不想再聚少離多 改變工作的型態 改變以前的模式 我相信遇到the one 一切會不一樣 所以廖柯瑜為什麼離職 秦林謙也說了 就是為了我 為了我 他就是不再去 周遊列國了 結束了 結束了 來 那如果這個黃醫師 如果你是秦林謙 你會怎麼處理 就是第一個可以深切從剛剛的這個 秦主播的發文裡面 感受到他為什麼接受這個男生 因為這個男生 姑且不論就是這些風風雨雨 或者是長相的 或者是文青的狀況 他有一個秦主播前夫沒有的特質 就是勇敢 因為如果我曾經關注過 那個秦主播的 他說所謂跌跌撞撞的感情的經歷 其實真的也是蠻慘的 這個蠻慘的是說 他可能確實有一段也許是那種 就是婚外的出軌 然後可能被抓包了 但是沒關係 已經跟前夫簽訂好 就是一個保密的協議 整支後來這樣子的內容 包括影片什麼 又被前夫跟前夫的 就是他的前公公 前婆婆 拿去這個主播辦公室 跟他的主管要挾說 你們這個主播是這樣子的 然後威脅說 如果重點是 他是一個那個要想要獲利的 我如果不給我這麼多錢 好像是兩百五十萬 我就要公開 那而且我十家電視台 我都準備好了 如果你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以我的看法 就是我覺得他是一個經歷 其實人生跌倒了都沒關係 感情挫折也沒有關係 我現在也會說 我不保證 我不跟人家外遇 也不保證說 我不成為人家的小三 因為這個是無可控的 每一個人都有可能 那個跌倒 你在節目上公開這樣子 我是被鄭大哥教育 因為我本來都舉手說 我不可能住人家小三 我怎麼可能外遇 但是我覺得鄭大哥 有一集節目 那個話點心 我們今天誰能保證 我們就是不會 那我想想 對 我不能保證 愛到卡纏死 對 就是說 所以我會對那個秦主播 有就是高度的這種 比較理解是說 他後來遇到那個情形 他怎麼樣呢 他不是我們一般的女性 他是一個非常有自信的 然後聰明的 他後來是扳倒 他的前婆婆 前公公 大家知道嗎 他前婆婆現在在坐牢 因為那個是恐嚇取材 然後被判刑八個月要坐牢 他前公公也被判刑 只是說好像是五個月 然後可以緩刑 就醫科罰金 所以他何許人也 他其實有他女性 溫柔的一面 脆弱一面 可是他有防範小人 就是你敢惹我 我也會不讓你好過的那一種 就是比較就是野生的 這種求生的本 就會計畫 就是他也不是簡單的人物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對 就是說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他 這個時代 或者是說他遇到的風險 他是能夠做出風險處置的人 比較理性 那我就會說 那這樣子的話 他們也是天作之合 他其實並不怎麼擔心 這個廖柯藝 如果我是覺得廖柯藝 眼睛要睜大一點 不要惹到他才對 真的 那我想請教一下潛藝 這個廖柯藝這樣子 如果媒體這樣寫的話 那他有講說 他跟秦玲謙結婚之後 他絕對中心 對 那你剛剛講說不可能 為什麼 對 不可能 因為像廖柯藝 其實我本身 我其實我覺得 我可以了解他內心 在想什麼事情 他其實也蠻可憐的 因為他在找尋自我 其實他不是故意要去害 ABCDE 他只是一個沒有辦法控制自己 然後把愛釋放 為愛而生的一個人 我說是真的 有一些男生真的是這樣 就是我覺得你好棒 好愛你 我要珍惜這一段 誰知道明天大家會怎麼樣 我們就珍惜當下 而且像他這麼帥的男生 應該很多女生就是會 自動上 對 剛好他又是比較帥的 然後他的機會就很多 然後他就大量釋放他的愛情 所以他自己沒有計畫的 去做這件事情 那他現在如果遇到一個 比較厲害有規劃的女生 那這個他就 就會比較緊張一點 但是我自己 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我不認識 我自己有個座右銘 就是大家都說 對事不對人 但是我的這一輩子 都是對人不對事 因為很簡單 什麼人玩什麼鳥 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所以我遇過太多了 說我以後不會怎麼樣 他內心縱使沒有去做 但是他還是在想 等一個機會 等一個出口 就是他還是會有這個慾望 這個是天生的 天生的一個東西 所以就看能不能 把它克制出來 但有時候可能也難講 浪子總是會回頭 累了 像我這樣累了 我們就 很歸平淡 所以以前是浪子 沒有 我們是體驗人生 玩過的男人 對 要體驗人生 真的真的 不要留下遺憾 人生很短 因為我覺得的確啦 如果說你自己有過一段 失敗的婚姻 那你遇到一個也是一樣的 那你們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會發現說 我缺的那一塊是你可以給我 你缺的那一塊可以滿足我 那真的就是一拍即合 因為講說聊八天就結婚 我覺得這個內容 我是懷疑的 所以我才會去問 但問沒有得到答案 這個答案是沒有還是有 這難講 但是 沒有 對 但我補充完一下 就是說因為廖柯英 他自己有強調說 他的確婚姻沒有經營好 對 然後呢 而且他說他在感情上面的處理 也不算完美 對 那當然就是結束一段 你知道有些男生 因為他是水瓶座的男生嘛 就是比較 你知道像水瓶天瓶 我們這種星座的男生 就是要結束一段戀情 有時候就是會不想當那個罪人 不想當壞人 對 我希望是你來告訴我說 你要跟我分手 那我還要說 我還要很心痛這樣子 但是一回過頭 解脫了這樣子 對啊 真的啦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喜歡他的話 我是天瓶座 天瓶會這樣是不是 不是 我是說如果遇到不行 就是已經我覺得對你沒感覺了 我不想要提出 我要跟你分手 那我可能就刻意不跟你聯絡 冷淡你 讓你自己知道說我不喜歡你了這樣子 對 那所以說他覺得這種處理的手法 是不ok的嘛 那當然對一個女孩子來講 你要跟我分手 要講清楚 而不是搞失蹤 而不是怎麼樣 所以當然A小姐會覺得你很背叛我 那個副總會覺得 你除了我之外還有別人 是誰把你弄到這個位置的 你竟然敢這樣對我 我給你一個渣男的封號 所以我覺得這些女生心裡 一定會有怨對 所以對廖柯毅來講 我覺得 maybe像前一講的一樣 我沒有要去惹你 可是你就是來 你就上來了 你上來我覺得大家看對眼 那就在一起 可是感覺不對 他有講說感情是不能勉強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爆料 也許內容就像他講的 有些部分是事實 有些不是 好 這請求前一 剛剛我還是搞不懂 你說他就是一個無法控制自我 一直在找尋自己的人 對 其實有一些男生 他對於這種責任一些東西 他的觀念沒有儒家思想 那麼的貫徹到底 所以他會隨著自己的快樂的事情 然後他會屬於那種比較玩樂主義 你看廖柯毅他是不是到處去行腳 他並沒有一個固定的一個 比如說要做什麼 那這份工作也不一定會讓他 就是變成黃永慶會發財 但是他喜歡做這個事情 代表他喜歡體驗人生 那愛情也是體驗人生 中間旅途的一整段 所以他不斷地體驗 不斷地體驗不同的愛情 那他已經不知道怎麼樣去善後 因為他一直開嘛 一直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他沒有辦法去把它閉合起來 那加上星座 我小小有研究 因為做到朋友 我有看在眼裡 比如說天平水平 他們比較不喜歡去當壞人 所以他們在分手的時候 他比較不會直接跟他講說 我們分手怎麼樣 他會去用那一種 就是逃避的方式 因為他比較就是萬人迷 大家都好的這個一個方式 所以就會造成說 越積越累越多之後 就遇到這個教訓了 對 我們今天兩邊都找到一位法師 先休息敬文革 這個廖柯藝按照A小姐的爆料 他是說 他把他這個封鎖了 然後他有問他說 所以廖柯藝有回說 我們這樣算交往 對不對 因為他們有同居到一年 這是A小姐講的 對 那A小姐也有秀出他們LINE的截圖 就是說廖柯藝有跟他說 我們打算買房子 對 我們打算有規劃未來 有打算生小孩 可是後來因為 就是廖柯藝大概覺得說 可能有壓力 他必須要分手了 必須要分手了 後來他問他 那他就說我們有算交往嗎 然後封鎖他 那A小姐有說 那以前你花我的全部都用我的 你難道不用還我嗎 這樣子 然後廖柯藝是沒有要還他的 沒有要還他 好像有還喔 沒有 那是因為A小姐去找了 廖柯藝的媽媽 媽媽還的 媽媽幫他還 那不是 媽媽就說那是我兒子不對 這個是交給我來處理 這樣子 那後來廖柯藝有還他八十幾萬 這樣子 那只是說 如果你從跟A小姐 廖柯藝是這樣的處理 你覺得他是不是所謂的渣男 我自己在看 你要看一個男生好不好 不是看他跟你農情蜜藝的時候 要看他跟你感情淡的時候 甚至看他對待 已經不愛的人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覺得感情會過去 你現在我愛你 你愛我 我是你的寶貝的時候 你當然做所有事情來取悅我 可是我們這些 走過婚姻路的人都知道 夫妻感情最後他會回歸平淡 會有很多彩米油鹽 所以有一天我沒有那麼性感 沒有那麼在你心裡面 是個寶貝的時候 你怎麼對我 我就會想去看 請問你怎麼對待你的前女友 你們是會鬧翻 還是逼他上絕路 還是你還跟他格格頂 其實看他怎麼對待過去的感情 我就可以看到將來 你會不會 即使我們的熱情退去之後 還是有個恩義在 對 所以我覺得這樣看下來 我自己如果遇到一個浪子 他就是完爛了所有的情場上面 女生每個人都為他流淚 他來我這裡說 你是我的真愛 你是我的真命天女 我為了你停下來 我會覺得我聽你在唱歌 因為只不過現在 我還是你的寶貝 那下一個寶貝在哪裡 是 那周老師你覺得他渣嗎 以前有一句話叫做風流沒下流 那才叫真男人 以前我們都這樣感覺 跟湯婆湖的 對 你可以風流 風流不但不下流 那個風流是什麼東西 風流的話你可以交往 但是你不要的時候 要跟人家說清楚 要讓別人 要處理好 對 要讓別人覺得說 好 你跟他已經不相愛了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該處理的要處理 譬如感情的處理 要說到他開心 就是後續的補償 也要說到人家開心 你沒有這個能力 你就是給他很客氣 因為你做不到 做不到你還去做 求得對方原諒 對 你還去做這件事情 因為你錢沒辦法補充人 或是說你在感情方面 沒有辦法跟人家說到清楚 這中間一定有說到什麼 騙嘛 你一定有敢騙 你中間一定有騙的這個情形 那騙才會 讓另外那個女生會不惜 會覺得不原諒你 或是什麼 好 那這個錢穎你的 如果你來處理 你會怎麼處理 等一下再請教你 我們也壓軸一下 好戲留後頭 真的 好想聽喔 是 是 那我請教一下這個黃醫師 你覺得廖柯一的人格 或他的心態是什麼 我覺得他就是我們說 因為你不要看他年輕跟帥 他好像四十幾歲了 四十五 對 那可是因為他有一段婚姻 那他其實在婚姻過程中 是不是就有在劈腿 我就會高度懷疑 所以前面的離婚的原因 你可能要問得很清楚 但是通常這些男生會把自己就是說 都說成是前妻的問題或怎麼樣 並聽不出來 那你就要想說他平常的那種應酬跟交際 他會不會不需要把你公開 就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大的指標 如果一個人經得起外界的檢視 不管你是不是公眾人物 我跟你交往 所以你就是因為被埋在下面 所以人家今天可以說 我們有算交往嗎 所以如果這個男生 跟你在一起的時候 他並不能把你介紹給他的朋友 其實某種程度 他就是覺得你不夠好 因為他這裡有一個A小姐有說 他們不曾去餐廳吃過飯 也不曾兩個人一起出去過 對 他說每一餐都是叫外送 然後他的理由是說 我公眾人物出去不方便 對 所以你看 因為那個A小姐是他的粉絲 有幾個是粉絲 會把他抬得很高 你今天如果來問我 我們就說誰是廖柯義 那如果你可以這樣 我指教人是廖天丁 對啊 那所以如果你可以這樣跳脫說 當一個人說 因為我是公眾人物 所以我不能跟你出去 可能我會有一些形象上的麻煩 你要想說 這個人看自己很高的 他看自己很高 可是看你很扁 他連帶你出去都不行 他讓你公開 你是有多麼爛嗎 所以你在他心中顯然不夠好 男生不會娶他心中 不夠好的女生 所以後來就別抱怨說 他為什麼去娶別人 其實像這種狀態 女生我覺得自己就一定要 稍微去用你的那個腦筋去思考一下 他跟自己交往會登對 登對就表示可以帶出去 為什麼他跟你講說不能帶出去 不是說他認為他現在的工作環境 不容許你 那就是表示說他根本就不認同你 所以你自己要考慮一下 那不是說你他認為說 我是公眾人物 公眾人物你只要沒有結婚 你只要不是劈腿 你是離婚的狀態 或是說你是一個快樂的單身人 那你就可以 幹什麼 為什麼不能說什麼帶出去 還要在家裡吃那什麼外賣 好 那我就來請教一下這個潛逸 這個事情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處理 其實我覺得他前期就沒有 沒有做好一些防範措施 我跟各位分享一下 就是你要怎麼樣才不會遇到這些 就是說女生這樣子去反撲 就是幾個字 說你所做 做你所說 做不到的不要去說 你不能結婚的 你不要信口開河 為了得到他的身體 跟他講說我要跟你結婚 然後達到目的之後 你又做不到這件事情 這個是很重要的 然後陳思宜對每一任的這個女朋友 你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目前沒有結婚的打算 那我們就來交往看看 甚至你已經有女朋友的 你也可以跟你想要追求那個說 我現在有女朋友 但是我愛上你了 可不可以釋放我們的愛情 我不覺得後面會怎麼樣 但是要不要體驗一段人生的過程 如果他答應那你也就去 他也知道你有女朋友 你也就不會 就不會落得 誠實跟他說 而且跟每一任的女朋友 分手的時候 跟大家提醒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你千萬不要去指責對方 比如說我跟黃醫師說 我們分手了 你不要跟說黃醫師 你的習慣不好 你又怎麼樣 不要說你媽媽討厭我 對 不要說這些 像我以往的經驗 你比較好的一個委婉的方式說 都是我不對 是我的愛情 不夠支撐你的未來 對 你用這種方式去跟他講 這很配不上 對 女生反而會來跟你講說 沒有關係說 真的不行 我真的不行 我心裡面的陰影 我一直過不去 我可能真的要跟你分離 不是你的不對 真的是我不好 我真的不夠好 然後垂自己幾下 你看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女生還會那麼狠心地去 把你落井下石給你壓下去嗎 並不會 這替自己留一個後路 真的不會 真的不會 大家也開心 不是皆大歡喜嗎 開心不可能 是不會 那我再問 就是說因為A小姐 是因為受到這樣的對待 是 那個對待就是說 那你錢總該還好 他不打算還嗎 對 第二個事情 他還質疑說 我們這樣算交往嗎 我覺得對A小姐來講最傷 我們同居這樣還不算交往 對不對 然後這個 然後把他封鎖 對 其實他過程裡面 有跟他講到說 買房子 一起買房子 結婚生小孩 對不對 所以A小姐 我相信他充滿了未來 要共創家庭的這種憧憬 那你剛剛講說 做你所說 說你所做 那顯然他做不到 那做不到 這個時候應該怎麼跟A你說 其實他做不到的時候 他可以要前期 你一定要先跟人家講 所以當初 我跟你承諾的這些 我已經沒有辦法達成了 因為我的心意變了 因為你可以跟他解釋 科學上面 兩個人戀愛的時候 會分泌多巴胺 那discover有波 多大概就是撐兩到三年 就會消失了 你說我完全消失了 我現在跟你講的這些東西 是為了我們的未來好 你想想看 如果跟你結婚了 我變成一個渣男 我怎麼樣了 因為我失去了愛情 我沒辦法控制我自己 對我們雙方都不好 雖然我曾經答應過你 但是不是 我們可以尋求一個 一個不同的一個道路來走 你好好地跟他談 我覺得還是有機會 當然那個女生可能也會說 不行啦 我的未來怎麼樣 但是我的愛情真的消失了 我也沒辦法控制 這說不定是我們的注定 對 說不定是命運 那錢財上會再更多的 錢財上面 我覺得要還人家啦 欠人家的錢要還人家啦 除了還之後 搞不好要再更多 房出也給他嘛 對啊 水電費 我跟你講一個男生 你如果沒有辦法付出你的錢 付出你的身體 那這不行 其中總是要有一樣嘛 你要嘛就給他愛情 要嘛就給他錢 你什麼都不給人家 當然要來追債啊 那個就叫軟換嘛 對啊 來 我們先休息 進化告來 我看新聞是說 A小姐爆料說 廖柯義有跟他說 如果你敢出來講 我就公佈你的個資 那他就覺得受到威脅 可以威脅嗎 其實威脅是完全沒有用啦 他只會讓雙方的這個 這個完全變成敵對的一個狀態 然後就開始扯傷疤 我們看那麼多的一些離婚的 不是這樣嗎 我朋友是離婚 為了打個官司 然後互接倉疤 怎麼樣 竟然還有一些拍的影片 什麼東西都跑出來了 我覺得對雙方 其實都是很不好 你說這個他爆料他 那難道他手上 沒有其他的證據嗎 都一定會有嘛 那多多少少 只是你可能沒有想到 所以我覺得 不要用這種方式來 現在知道廖柯義 現在這裡有一顆痣 對 那大家都有看到嗎 智菜必得 因為那女生有公佈 他跟他洗澡的那個照片 對啊 你說這樣子搞下去 大家還得了嗎 變成我們的這個話題而已 是 那這個 因為如果同時 真的有批那麼多人 時間管理要怎麼辦 其實時間管理很重要 就是說你的工作 我們現在進入氣管囉 就是說你必須要在前期的時候 讓這個交往的對象 就是說知道說 你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做 譬如說最扯的一件事情 我分享我一個朋友的一個 他也是一個算 就是劈腿很多的 他跟他的另外一班講什麼東西 他是國家安全局 有在兼職這個事情 所以他忽然會消失 然後忽然會沒有接電話 他說沒有政府單位 爭掉我這樣子 對 哇 你看這個 國安局 這種話也說得出來 那你有工作證嗎 有 他還去搞了一張 他說我算你這偽造文書了 他說不算 我沒有拿出去幹嘛 我只是給我的另外一個 給女朋友用的 他說這樣摸一下 趕快收起來 但是我的意思說 他就是用諸如此類的理由 像我剛剛的越野的朋友 不是全部啦 局部啦 越野的朋友啦 然後那種游泳的朋友 游泳不能接電話嘛 對不對 也不能視訊嘛 然後國家安全局嘛 然後常常 外科醫師 對 外科醫師 外科可以接電話喔 手術時候可以接電話的 手術可以嗎 護理師會拿過來 可以 手術是可以接電話的 你看我們多內行 所以不要亂講 對 主持人 對主持人要關機 我再用電話 像廖刻意喔 可是主持人就 完全必須要有在場證明 因為所有人都可以證明 而且你還要拍一些假照片啦 就是不時的就拍一些 不同地方的假照片 然後留在手機裡面 備而不用 然後你在哪邊你就傳給他 你要做一些功課 然後像廖刻 因為他是新交主持嘛 我是講我自己的想像啦 比如說他接到電話 然後那個女的打來 跟旁邊一個女的 他可以跟他講說 我現在在西藏 收訊不清楚 然後就 吹一下那個話筒 聽不太清楚 我再打給你 這樣就好了啊 其實這個太多 太多理由可以去 現在不能說話 現在不能說話嗎 西藏的聲音是這樣嗎 就因為沒有人知道啊 你就吹那個話筒 他敲一敲這樣子 就OK了 對 然後你就要 不時要拍一些照片嘛 說你看我照片在那邊 把他稍微弄糊一點這樣子 然後我晚點再打給你 隔天事情解決了 再打給他就好了 那你手機的照片 可不可以給我們看一下 沒有... 有鎖起來 過存一定很多 我覺得你太熟這些事情了 聽到之後覺得 其實本日專家對不對 我們都是來諮詢的 真的... 那請教一下志偉就是 這樣算不算廖柯一的人設崩毀了 我覺得... 我覺得應該是說這個 因為他也刷清了很多人的三觀 就像王力宏那樣 那當然也留下一些經典的名言 就是包括什麼感情處理 不夠完美啊 這些就是 也可以成為之後的一些 渣男的較戰守則 但我覺得他是否就是渣男 他是否同時劈腿五個女人 我們真的不知道 所以今天只是說 因為有這樣的報導 我們出來講了 我覺得對他的形象 當然是非常大的損傷 但是如果說對他而言 就是現在我的另一半 就是我所有的一切 他不在乎啦 I don't care 那我覺得... 你覺得未來電視台會找他做事嗎 我覺得主持的機會可能就真的 因為他的TA都是女生 這個是... 為什麼他TA是女生 沒有啊 那個很多婆媽都是看他的節目 然後就覺得說 他在形容一個東西 比方說我有看過他一起去... 他得獎有一次去思路 那他這個思路就帶你去看 沿路的景點啊 席駱駝 然後吃一些什麼 那個... 牦牛的肉或什麼的 那他在形容著這個口感 還有人說他是這個 嫩版阿基斯這樣子 然後... 嫩版阿基斯 這個頭銜現在聽起來 有一點奧妙的 然後... 那是網友 網友就是在PTT上面討論說 我媽也是一個粉絲 但你想想看 就是說你的粉絲 大部分都是女性 那所以才會有A小姐 B小姐 都是粉絲來著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他的形象是 就是被毀掉了 就是說你要再主持 當然如果說 我不曉得他跟哲青 跟公投金的那個節目 因為有時候我們是看 你的專業是專業嘛 私領域是私領域嘛 那他現在既然是一個未婚的身份 那你同時要交好幾個女朋友 去選擇一個你未來的伴侶 他有錯嗎 那請教一下 潛意就是 簽簽簽以後要常看 老公的手機嗎 我覺得他遇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他可能會 就是會預防一些措施 因為我覺得女生他今天 也蠻正確的一個做法 就是說我完全不發言 完全讓男方去發言 但是我在想他背後一定也會 就是說做一些防範措施 或什麼之類的 因為當初他現在裡面 我想他也沒有想到那麼多 說現在爆出來了 原來有這麼... 可能想到有A 可能沒想到有EFG 這麼多的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 EFG 所以一定會做一些防範措施 那對於廖柯醫來講 我想他也要戰戰兢兢的 維持這段婚姻 黃醫師如果是你 你會嫁給他嗎 因為我看他眼神我就不會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覺得我沒有辦法接受 就是人家來跟我 沒有那個名分的時候叫我老婆 我覺得那個是很年輕的女生 可能會喜歡 可是像我們這種就是做過人家 老婆覺得很爛 你還叫我老婆 就最不喜歡這個 完全沒有造成我們的夢想 所以差別在哪裡 已婚跟這個結過婚的哪 就是說未婚的人 對那個老婆的頭銜 感覺到很夢幻 覺得那好像代表了一切 代表著永恆跟未來 可是在我們的話 就是有老婆的頭銜 就代表說要伺候公婆 要給你弄飯 做家務 一點都不夢幻 所以不太知道 他怎麼樣跟秦主播講的 但我如果是 所以如果你是戀愛中的 你已經有過一次婚姻 那還在戀愛中 男生稱呼你是什麼 是OK的 就是叫我佑嘉 我覺得那時候最平常的 才能夠代表這個人的品性 因為秦主播他自己也說了 他為什麼今天選擇他 我覺得大家也不要去那個 就是因為他覺得 他熱烈追求 對啊 這樣我覺得離婚 或者是說可能已經交過男朋友 然後現在剛好是單身的女生 其實女生很喜歡人家 熱烈的追求 但是要熱烈到什麼程度 你會不會覺得他跟現實 有一個很大的落差 像我自己的話 就是聽男生跟我講 那些唬爛話我是不聽的 那我為什麼選我前夫 是因為他不太講話 那這樣也不行 是這樣子嗎 因為你講唬爛話 我們有判斷 滑底是唬爛話 他剛剛就講很多唬爛話 就講幹話 對 就是說你就知道 他是要來 一個人為什麼要講 那麼多唬爛話 是因為他後面有很多 要cover的 不然他今天不需要講這些話 那可不可以再請教你 何謂堅定的眼神 像鄭大哥的眼神很堅定 像周老師的眼神很堅定 那志偉哥跟這個沈莉亞眼神 就再其次 又跟這兩位比起來 我會這樣判斷喔 那個人生的經歷 還有就是對事情的 那個觀察度 會隨著年紀 但不覺得是年紀 就那個堅定度會不一樣 那所以你就 我覺得因為大家都不看眼神 像我們剛剛今天 大家說為什麼研究他眼神 我剛剛在那個化妝間 馬上就問說 周老師趕快請一說 他是不是這樣算桃花眼 對面相 對 如果說大家有看到 這個叫廖柯藝的面相的話 你會知道他第一點 他的那個 我們眼睛最後面 絕對不能平行 以及翹起來 看看他這個眼睛的地方 他這個絕對是這樣子 翹起就是顏尾 攝影機 攝影機看一下 就是這邊畫一條線過去 就是會有一張眼神會平行 甚至往上翹 好 我們這裡有一個最明顯的 你去看看他 我應該沒有吧 對 往上翹 好 那這個就是屬於桃花 另一個就是 難怪他有叫像小五神 我們再來看一下 我們再喘過來看一下 桃花五春風 我剛剛還在說 黃老師的 你看他的眼睛 他眼睛是這樣子下垂的 真的就是沒有桃花 就是沒有 男生女生都一樣 好 那再來我們看看臥蠶 剛剛我們在化妝間 每個人都畫了臥蠶 這個就是臥蠶 你看那隻眼睛下面有一個 那臥蠶也是桃花的一種 我是Demo這樣 對... 那你要記得很多人都會把 臥蠶跟那個叫眼袋 搞混的 不一樣是不是 不一樣 眼袋是往這邊 等一下說 等一下 我們在裡面沒有人而已 這樣 好 來 這個面相 這個要請教周老師 你說臥蠶跟眼袋不一樣 對 臥蠶就像 那個蠶蠶這樣子的話 他這個就是一點 就是好像一隻蠶寶寶 在眼睛下方 這個是臥蠶 可以拍一下前衣的眼睛嗎 你看看 臥蠶真的很明顯 下面那個 下面那個肥肥的 那個就是肌肉 像一隻蠶寶寶 如果不知道那個什麼 叫做眼袋的話 你想想那個馬英九的 以前的照片 那個露下來這麼大一片 那個叫做眼袋 如果是眼袋就是 那個有弧度 很有弧度 很大 對 有時候你會覺得說 那個就是因為臥蠶 我臥蠶太大了 所以吹下來 不是 絕對不是 因為它是 你們會覺得說 臥蠶老了會變眼袋 不是 眼袋跟臥蠶是不一樣 那個是眼袋是一個 好像那個脂肪的一個成績 那臥蠶是在上面 它會有一個 一個橫橫的一貼 當然它這個是特別大 很可能以後會變成眼袋 眼袋很強 幫你找好了 對 眼袋就是這樣子 就是稱為眼袋 那臥蠶有時候你看 它可能沒有像剛剛前一這樣子 是明顯的這樣子 但是它會有一 你又感覺這裡有一個痕跡 那個就是叫臥蠶 那因為臥蠶的人 通常都是不錯 應該叫是你的祖先有積德 所以你就比較容易出名 比較受人家大眾歡迎 因為受大眾歡迎 也是桃花的一種 那眼睛最是不能 就是後面就是往眼睛 往上翹 乙尾紋 乙尾紋就是很多這個 乙尾紋那個 很年輕的時候 很多乙尾紋 那個要注意 很年輕就有乙尾紋也不行 對 那就表示說 它也是在這一方面 聖經百戰 如果說很多沒什麼 乙尾紋的人 這種人來講的話 很可能 你可能看他覺得很漂亮 他可能連一個外人都沒 那重要事請教 像黃醫師有沒有臥蠶 黃醫師有臥蠶 這裡啊 屁兒 對不對 對 有臥蠶 這個也稱為臥蠶 所以他也有桃花 對 黃醫師有桃花 但是桃花 我這邊願意接受是一回事 桃花願不願意接受是一回事 很多人都有桃花 因為你沒有桃花 你不可能在 爛桃花我們才不要 那個受大眾的歡迎 這個就是臥蠶 再來就是說 你願不願意接受那個桃花 還有就是要配合搭配眼尾 對 那那個智偉有沒有臥蠶 智偉這個應該稱為臥蠶 就沒有臥蠶 對 他沒有臥蠶 他也沒有眼袋 我們就沒有桃花 會不是因為太年輕了 比較結言體 結言體 應該講說是屬於一個結言體 那Selina這樣說有臥蠶嗎 這個也沒臥蠶 這個以後也是會稱為 就是會眼袋 我跟你講這個真的是 好像出現一個打醫美 慘嘛 對 這個就是那個臥蠶 就是在這裡會有一痕 還有一個痕跡 還有就另外一種明顯的 就像那個前面這樣 但是因為最最糟糕的 就是你們的眼睛都是下垂 那你剛剛講那個桃花像廖柯藝 你說它往上翹 眼睛是這樣子平行往翹 往上翹 然後再來有臥蠶 對 那還有什麼嗎 跟名字有沒有關係 名字我覺得沒有什麼 絕對的關係 因為絕對的關係是 他剛好被爆出來 你覺得他以後還會有嗎 一定會有的 為什麼 為什麼人家講一句話 叫狗改不了吃屍 因為他對於這個 人家他講的是叫江山易改 本性難移 你講的是狗改不了吃屍 好像意義是一樣的 對 意義差不多 但是錯詞有的 不過我跟你講 男生在這一方面 你本來如果說 性質很大的人都是這樣子 他就會性質很大 你對你自己的那個行為機制 一直都沒有自己自我這個約束 不是每個男生都不喜歡 每個男生都喜歡 但是問題是他要有自我節制 自我控制這個力量 因為你畢竟不是畜生 你是人 人就要對自己的行為 有一個叫做規定跟一個約束 那你要自己約束自己 別人約束你沒有用 講得好 所以說一定要自己來約束 我比較好奇的是說 因為他才結束一段婚姻 那如果這段婚姻 他覺得他經營的不好 那他在處理感情上面 是不夠完美的 我有認識朋友離婚 是很久以後才交女朋友 或者是他就不結婚了 但沒想到他是 就是離婚 當然那個婚姻 婚姻可能拖很久了 因為他沒有分居嘛 就是我比較好奇是那個 內心的狀態 所以有沒有一個可能 真的是他遇到了秦寧謙 他覺得這就是他要的 那個soulmate 可能不見得是在性這方面 因為已經也四十五歲了 可能對這件事情也 像像曼妮講的嘛 可能也該玩都玩過啦 所以有一個人 曼妮幾歲 四十二 還有三年 你還有三年 就是等於是說 我們真的有遇過男生 是真的遇到一個女生 讓他靠岸的